这年间才得以遏制 向塔里木和下游紧急输水的措施已初见成效 两岸的胡阳林开始了复苏的进程 面积近39万公顷的塔里木胡阳林保护区 以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以胡阳林地为主体的塔里木和中游诗地 受到国际组织的关注 被列为重点保护对象 千百年来 为人类守望风沙的胡阳 第一次受到如此高规格的领域 堪林人一名艾埋尔所在的夏河林场 位于天山南路 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缘 这里拥有八处县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野生胡阳林 232万亩 2012年夏河林场 被国家林野局授予 国家森林公园的称号 一名艾埋尔深知自己的使命 对这片迷人而又脆弱的森林 他倾注了一生的爱和心血 就像品格坚韧的胡阳 一名艾埋尔一家 把根须深深地扎进了沙漠的土壤中 几代护林 守望荒漠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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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里